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选举政客大开选举支票 最新报的 这个最近曝光的是怎么样 这次的总统大选钱 就是蔡英文不是声势很高吗 马总统签并不知道连任 会掉还是没掉 偷偷的过一个什么钱呢 偷偷的加了退役将领春节慰问金 这不是前几天让大家说 陈冲冲冲冲要删掉的年终慰问金 这还有另外一个条 叫做春节慰问金 这条恐怖啊 每一个退役将领 一个人都是1万块起跳 要知道哪这个将自备 不管你是少将 中将 什么将退役 你这条年薪 你退休你退役 你年薪给我100万以上 另外还给你这条什么 春节慰问金 而且这个签过的时候 还说什么 回溯发放 2012年有 再回溯到往前 够这款的得力 回溯一年的 我们就要多花多少钱 花2000多嘛 然后搞到现在明年再发一下 就要6000多万了 好 这个钱是谁 是我们买单 这是政客选举 人民买单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好好的算一算 不用算太过重的 我们光这一次 2012这个马总统选举 他为了拼他的连任 害我们又要多花多少钱 来算看看 那么台湾的债务其实是要解了 因为好 就算2016民进党执政来讲好了 他也是要改划了 所以说现在这是大家的问题 不是连货率的问题 今年是这样的 到底我们这个棺材本如何保 这个蔡英文从美国防美24小时之内 旋风的提出了看法国事会议 好 这个球丢出去 不然书贞昌没什么动作 马总统还是这样把我放松松 这个还有人说 这个是蔡英文是不是没有舞台了 想出这一招 很多的政治算计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确实民意是肯定国事论坛 这样的一个想法的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国内几个重要的政治人物 纷纷表态 总统在礼拜晚上还特别丢出什么 国事会议不是办法 这是行政院看立法院考试要处理 是不是说这个苏贞昌蔡英文 大家来这回几个国政咨询会谈 大家先来讲讲 这样到底有用吗 那么马总统又把球丢出来了 蔡英文苏贞昌要不要去总统府看看相 这也是一大话题 我们要来好好地讨论一下 好 再来看看蔡英文 我看这个他的政治的前途 好像蛮清楚的了 因为人们说台北市长 哪觉得你选择有贏 她说这个不在我的规划范围内 让我们说2016你觉得 你现在是够有选择 她说我要努力地让自己成为选项 我们看到蔡英文态度也很清楚了 有没有机会 还有她选举之后的一些动作跟表现 现在我们要来讨论一下 先来介绍与会来宾国民党立委 罗淑磊小姐 惠美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知识媒体人陈东豪先生 惠美好 大家好 知识媒体人黄光琪小姐 大婉安 知识媒体人黄琪小姐 大家好 知识媒体人陈品豪小姐 大家好 还有立委李应元先生 主持人 各位观众 大家晚安 好 新闻一开始来看 前坑前坑何其多 都是政客在享受我们在买单 今天有告诉你 来看VCR 恭喜大家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大声动算 顺利当选 但是在这689万张选票当中 有些是选前急催票 立委爆料 国民党一次绑装 用钱绑明星 我们回头检视每样利多 几乎强力主导的时间点 都在大选之前 这种政策性的买票 或者政策性的绑装 检调事实上都应该适度的去了解 能够他能够长就尽量长 被挖到算他倒霉 他的心情是这样子吗 原来在过年期间 公务人员有年终慰问金之外 退役降领还会领到 大概2万块的春节慰问金 这份公文吴敦义去年批的白纸黑字 去年1月21号 吴敦义还是行政院长 在批准公文之后不到10天火速发放慰问金 而且资格放宽 原本只有75岁以上的中少将能领 但是批准之后 所有的中少将都能领 预算从原本的772万 暴增为2659万 受惠人数也从300多人增加为2000多人 还有去年公务人员加薪3% 也是吴敦义亲自向马总统报告拍板定案 一年的经费又多了214亿 裁员怎么来 居然是从公股盈余跟增加税收来找钱 而在追加预算办理的部分 要依照预算法用重大事故来办理 这让民进党立委骂翻前 你现在跟他解释清楚什么叫重大事故 这员工多年没有调薪 那事实上呢 多年没有调薪叫重大事故 这是违反了预算法79条的这种规范 只是为了讨好军公教 然后为了明年选举巩固他的基本盘 从去年的7月1号开始 农民的旧养金 每个月从原本的13,550块钱增加600块 让下半年的经费硬是再加2亿 有立委之一 这又是为了选战 老农民有选票 老农没有选票 再提高600元 提高为14,100 对照老农 他居然是要以自杀来捍卫自己的生存圈 这些农民都已经没有办法活下去 甚至有人自杀了 请问马英九 请问吴敦义 你们有悲天闽农吗 一大堆问号跟一大堆惊叹号 倒不如最后问一句 执政最高位者应该顾的是全民 马总统听到了吗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劳工退休之后 就这么一笔钱 假的没有钱也没有多少 我们来看看退休的军官将领们 真的有够多好康的 我们现在讲的已经不是 节证草的年终未温金了 我们再强调一遍 这次被踢爆是什么春节未温金 2010年的时候 这笔钱是针对75岁以上的退役将领们 75岁以上 所以人数有限 334个人 当时花的是772万块 好 参计了 2012年的时候我们来看看 这个薛林立委踢爆的时候 说这是乌敦义大笔一挥 就挥什么 就帮我们多号了2000多万 就是变成所有退役将领 都可以领到这个年结未温金 所以预算一下子从700多万 膨胀到3400多万3431万 而且急又有回溯你看看 又回溯没有领到我给你 等于说你如果是怎样 你如果是退役一级将领 你不是2012年你能领5万吗 但是因为你回溯 你这困难过年多10万 观众朋友10万 是太好开了 退役将领一下子就领到了 就乌敦义这样大笔一挥 10万块 二级将领并公2012年的时候 叫做春节未温金的名堂 并加6万 我想要先请教一下 这个将领 比如说一级上将领了10万 他同时同一时间 还有年终未温金这笔钱 对不对 年终未温金是1.5个月 这贵有年真的太肥了 肥成这样子的 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来 为什么突然大笔一挥 我们要说这个乌敦义先生 康纳税人之楷 为自己的选举充斥 这不是第一次啊 他以前在高校市长选举的时候 他发了一笔钱 当时我也是非常的愤慨 他说老师实在是太辛苦 老师实在是太值得尊重了 他发什么 每一个老师一个人 教师姐收8000块的净思金 我很不高兴 这我的钱 我做的钥匙 当时大学刚毕业薪水 没多少钱 我的朋友私砖薪水那么高 然后又可以拿个8000块净思金 他也不好意思 请客 这样的过程光请来说明一下 其实我自己做了一个表 我们一次大清仓好了 就是我们从国民党执政 党国一体下公然买票行为 或者是我们讲说 另外还有正当性 是照顾这些军公教 所有的金额 我算了一下是2500多亿 其中包括我们最近探讨的 年终慰问金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重点提示的 春节慰问金 这个只有降级才有 那还有农民救养金 我们编了一年 一年二年度的预算是1311亿 那这个是该照顾的 61岁以上没有工作的 这些所谓的军人 但是因为这个 这个没有排富的关系 所以有高额月退奉的降级 孝级的所谓的军人也在里面 那我们看还有三节慰问金 是公教 然后还有月退奉 随着限职的军公教调薪 那健保费 农民跟农卷都有 全免跟优待 那另外还有18% 还有30年年支的公教 他们是免健保费的 还有公股 航库13% 水电半价 那这里面不乏监察院 曾经纠正过的 那我们先直接来讲 春节慰问金 春节慰问金 光请我先跟你打一个叉 我听完你这样念完 我一个感触 有一个退休的军人就跟他说 我也不知道 我的户头在那里 就在那里来 没有怎么来我也不知道 你看同样是台湾人才 对 关系这句话就有瑕疵 的原因是在哪里 有人讲说 你不要讲他们议领 你应该讲到议发 他们就躺到那边 钱就自动来了 有这个成分 但是也有国航部 他们擅自自肥的这个成分 尤其是将领 将领级的 春节慰问金 是从1983年就发了 那我们现在探讨 吴敦义做了什么呢 因为吴敦义2012 跟马英九搭档竞选 正副总统 他们在2011年 就把原先 只有一年700万 发给300多位 所谓的这个 75岁以上的这个将领 的春节慰问金 他把它扩大成说 3000多万 那扩大为这个 将近3000人 对 2900多人 那当初很显然 是为了来年的选举 这是等于扩大 巩固这个铁票部队 那这个春节慰问金 当初是怎么发的 我们要讲 为什么要扩大 其实跟2009年的 有一个纠正文 就监察院的一个纠正文 有关系在这里 是 这个我们已经拿出来 不下数十次了 就是这个地方 他们一领 就是说原先 行政院 他们依照规定 我很简单讲 原先用本奉 乘以1.5个月 再乘以奉率 是95% 他们一年 就是降领级的 大概以一级上将来讲 年终只能领到13万 我讲只能 是因为你对照后面 但是国航部 他们擅自作为 就是内部自己发了 发了就把 加几 就是他们的特别费 跟代金加进去 使得这个计算基数变成 9万多膨胀成20万 然后你再去乘1.5个月 而风力又更改成 不是95% 但变成100% 造成一级将领 他们年终过个年 就领31万 31万减13万 他们领的倍数是 2倍4 2.4倍 那其他一下推 都领了 变成说 两倍多 接近两倍左右的薪资 那这个所谓的 这个严重费员金 我们讲说 其中领领的 已经超过30亿 我讲的不是说 从1972年 开始发放的 他们领走的30亿 我的意思是说 翼领的部分就高达30亿 那如果说 一级上架有哪些 这边有名有姓 不是说我们含糊讲 有包括 不要紧听不要说 郝伯春 唐飞 汤耀明 李杰 李天宇 武士文 陈兆敏 高华柱 高华柱是我们现在的国防部长 当时候这个纠正文是告诉他们什么 请你把翼领的钱退回来 退回来了没 就是没有 没吐 他们还发脾气 30亿 他非但不吐回来还发脾气 说你们这是什么做法 你们叫我们把钱退回去 生气了 那以后有没有少给了 你不要吐也没关系 你给他开除你了 我可不可以接下来逐年扣减 没有 没有还多一笔春节慰问金 拜托将军不要生气 而且他们生气 所以才要再多给春节慰问金 来评止他们的经济 我每天在这边生气 走没人给我钱 还奇怪 他们针对很多事情都容易发脾气 而且发脾气的时机点 刚好是你要选举的 对 那发脾气除了这个 你竟然叫我逸琳监察院是怎么回事 之外 听说马英九当时又收回他们有些人 将军有什么 车子 有司机 还有传令 而且他们的那都滑滑叫车 他说陈吹扁不敢做的事情 你马英九都干了 那时候媒体也有灯 结果后来就变成行政院长吴敦毅 就去了一个公文 就扩大 变成我们现在有春节 我们扩大了这个事件 我每个礼拜都说我们是贱桃 我现在觉得我是贱桃中的贱桃 也就是说我们查出来你多领钱 你钱不仅不吐给我 我还要再多钱给你 我最后一笔 你看 2009年的纠正文 是纠正2007跟2008 这两个年度而已 当时是阿扁执政是没有错 所以这是阿扁跟国民党共创一个共业 他也没终止年终慰问金 但是至少有个纠正文 在2009年出现 结果当时候你看 春节慰问金跟我讲年终慰问金的人数都差不多 他们都是扩大为2700多人 一年金额是变成什么 本来是变三亿期 这边国防部变成六亿多 所以他们一个年度 一个年度就一零 一亿多一亿多 所以两个年度变成三亿多 所以这都是钱 李大委员 你不是要来帮我们把关的吗 把到哪里去 钱没吐出来我们还多给 没有啦 这是古早的这个工业 现在这个事情 现在大家就查出来 对关毕领200多亿的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我们又是没有法源的基础 我们这专国的军工工的朋友来说 这不是你的本缝 这是这条都是说 头刚才说的军 重量降临的春节慰问金 我相信说很便宜 那就是选去的榜庄 选去的公然的买票 某种程度 这个春节 你们这个装备 你才绑得很厉害 你也是要花钱 你也有纳税 没错 没错 那当时我们就捏不到 没捏到 包括春节慰问金 这部门现在的200多亿 现在这个问题 尽旧这个社会 有这个广东的这个社营 民企 民企可用 民企可用导致我们现在就是 要把所有的相关这些 退休金 这个各种基金 都做一次来讨讨 所以这条现在这个问题 是来到这个地方 公务员退休法里面 本来有说好的 我们本来公事公 你的所得替代率 75%到90% 你如果加上这笔钱 它其实就是超过 那个法律的规定 某种程度 这个慰问金 这个东西就违法了 何况后来考试院 又修改了 它的施行细则 施行细则 我们现在已经都知道 第26条的第二项 三条一号 就根本没有法源的基础 所以当然这些东西 现在处理掉这些东西 是让它符合法律的规定 这样而已 所以我想这个事情 我想现在大家发现 全国 因为民进党就 牙刀牙刀都输了 这么久以来 我们要做很多改革 都牙刀牙刀都输了 所以我想最后 就是国会要改革 国会如果不改革 国会如果人数没法平衡一下 因为我没有处理这些问题 我先要了解 我们被毅领的钱 监察院也纠正了 你监察院纠正也不好 反而我们无副总统还加码 所以我想要了解一点就对了 洛众员 毅领的钱可不可以要回来 那个看是跟谁要 你今天监察院只是纠正谁 就是跟那些将军们要 我是觉得这样不公平 今天这些将军当时核定的 是谁核定的 当时这个将军有没有来要 你说对于这种年终 慰问金的一个益花 就多花了 是谁让他多花了 今天假如说是将军 那个时候他们没来吵 他们没来要 是国防部主动发给人家了 那当然我也讲过就是说 今天最糟糕就是说 我们这些退休制度都谁定的 公务人员自己定的 也是国防部 他的国防部长是一起 上将啊 你要告诉我这笔钱 我们要怎么追回来 那当初是怎样 应该是监察院要去纠正什么 监察院他跟唐河国防部长 他叫唐河国防部长 叫他把他吐出来 这钱不是我算的 没有 你国防部要出去的嘛 今天你像包括 你知道春节慰问金 谁花的 当然他们现在会觉得很委屈啊 所以这样子说 我没给你付了 是你们自己花给我的 每个人领到钱的人拿 不可以 不是 我不要 要跟国防部长拿 我是直接当初给他们 你说我们是这样的 还是说我们的钱给益领的就算了 我们就吞了 我们没有连结慰问金的人 我们还要吞 你先听我讲就说 这个是谁花给他们 那你钱给了人家 那人家说我不要跟你要啊 你钱进了我口袋 你现在说益领 谁益领啊 是益花 不是益领 当然有人这样子讲 重点结论 那今天最重要就是说 去逞华那些什么 当时谁算的 算的人 当初国防部为什么 监察院不知道谁算的 当初国防部 为什么要改变行政院的核定人 你为什么那么大胆 你就是为了讨好这些将领 这笔钱我们就算了是不是 我刚刚也不大听得出答案 我举一个大家一定 一想就知道了 江国庆案 江国庆案里面有一个部长 陈兆敏 陈兆敏 陈兆敏有没有赔钱 有没有嘛 已经不见了 一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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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赔掉啊 陈兆敏要赔什么呢 要不到啊 这个不是还在诉讼之中吗 要不到 要不到 因为检察官都会没起诉嘛 都会没起诉啊 对 而且 以当时立庭的 如果我们回应一下 立庭的状况 当那些军法官 看到陈兆敏的时候 他们很多带出 放的是很松的 这是军中文理 所以说 军功教里面 你光是军人它就有不同的事迹 你怎么去跟这些高级将领要这个东西 好啦 你举这个故事告诉我 我们说大家就吞了吧 这也是这样 但是我保重一点 我保重一点 就罗委员说 即使说当时是国王部 或是当时的这政党 为了要笼络 人心笼络这些将领 发了这些 他们不是主动的 不能怪他们 但是一旦监察纠正之后 这个事情就要停了 是啊 这个事情不管国王部要停 行政人要停 这一定是国王部不可能自己做出 当然是这行政院主计处 行政院长主导整个的编制 这个预算 预算的编制 都会上2万亿 我就跟你说 民进党2万亿都没有多数 大家要抓到 所以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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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在花的 所以一年全民进党是在花的 只要我们查到一年才开始停 那我们自己做的事 应该是 这是公多 其实加码的不只是这笔 我们刚刚看到三千 每一年就多发了将近2千多 三年下来就会6千多 这笔钱还是小钱 总统选前大加码有哪些钱 军公教加薪3% 一年支出214亿多的 而且退休军公教 大家都知道 有哪有加薪 那么加薪一个 当时大家都吵过了 加薪一个很大的理由是说 要带动民间薪资成长 观众朋友 你薪资成长吗 你是不是要来给总统反映一下 好 努民就长 已经每一个月加发600元 编了7亿的预算 老农今天调高1000元 当时总统说316好不好 大家说不好 好 农领再一口巨在调高1000元 年支出84亿 增加了84亿 调涨导施费 2012年增加 多增加13亿 2013年多增加27亿 八大社福津贴调高500到2300块钱 所以又增加了205亿 为什么八大社福津贴要增加 因为老农津贴增加了 所以八大社福津贴也要增加 好 我们来看 这个老农津贴选前大家 也是有一个历史共业的 因为之前老农是完全被忽视的一群 那么到后来呢 这个民进党执政之后才开始说 为什么农民都没有照顾 为台湾土地奉献这么多 照顾的状况非常的不平等 所以一路从3000块钱 然后接下来1998年选举的时候 连渔民都可以纳入了 删除了牌付条款 03年总统选举的时候 再加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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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前一阵的大印象很深刻 一路加到了7000块钱 17年调了4次 那么随着选举增加 所以我们看到100年 至少2011年又增加了一个牌付条款了 100年底发放了68.5万 496.2亿元 这是老农津贴的历史 也是随着选举一次一次的加 但是现在问题都没得到改冠了 为了选举的随便加码 这款的加码史 恭喜你看了心情怎么样 我这边带来了林英雄先生 他过去写的这个从南洋到雾峰 里面有描述他在雾峰省议会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为了农民怎么去争取 希望你能够免征填富 希望你军公教调薪的时候 你也注意一下我们农民的生活困苦 就当时候所谓跟农民 他这边有一段 他说跟农民增填富 一年不过就是9亿1千 然后当时候我们的所谓的预算 大概是2000多亿 2000亿 他说是1块钱兑200块钱 他就跟当时候的所谓的省的财政厅长辩论 他说如果你们跟老百姓征税的话 你们原先要200块钱 但是农民实在是没有钱了 他只让你拿走199块 还剩下一块 你这个政府要不要跟他拿走 后来就产生畸变 后来这个厅长毕竟是 还是有一点良心跟人性 他说那一块钱我们就不要 我讲这个故事是怎么样 当时候真的 林英雄这辈子他们在省议会 真的是为农民 他们的生计 你能不能生存下去 做争取 真的是很可怜 可是后来的选举 这些政客们 是这样一个初衷吗 已经上次这个初衷 当你去选举竞标 去喊价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你要知道 每一个竞相加码的1块钱 他都是出资我们纳税预委的钱 你成就了谁 在2012年 你成就的是马英九跟吴敦毅 好 每次到选举的时候 前坑法案就一一出炉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背债 包括潜藏债务 九十万 这问题是要他改管 会不会我们的棺材本 到我们要老的时候 没有本可以用了 国事会议是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更多讨论 马上回来 只为岑峰而生